最后一阶比达 开启 68比80 在第三节呢 这边呢 北控将分差拉开到了双位数 外围这边吉布森的投射 那么在新赛季呢 还是使用这样四节六人次的一个外援的政策 但是呢 由于阿巴斯是亚外 所以他在第四节是可以上场的 北控这边呢 是换上了于树龙 兰东夫走底线 转移到左侧 杨静敏的三分球投射 苏伟的篮板球保护不错 苏伟上线这边手利手 把球给到吉布森 于树龙犯规啊 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 由于北控呢 在上个赛季呢 是17名 那么他们可以使用三外援 同时呢 在外援的使用次数上 虽然说是四节六人次 但是呢 亚外呢 在比赛的最后一节是不包括在内的 所以呢 在第四节呢 我们看到阿巴斯还是可以留在场上 比较这边高尚的三分球 高尚在上半场上半场的表现不错 但是呢 在下半场的这边呢 没有什么分数的进账啊 青岛南南的必须得解决一下自己在防守端的一些问题 其实上半场前两节 青岛一直能咬住比分呢 还是不错的 阿巴斯 杨静敏 这边我们看 苏维是选择绕前来防兰多夫啊 又给到底角这边于书龙的突破 造成了反规 80比618 于书龙的话 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他是经历了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的 那么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组织和传球的能力 那么特别是在 之前包括像是在四川的时候 他的表现可以说只能一般来形容 王晓鸥 吉普森这边转移的不错 底角高尚有机会 突破的分球之后 虎顶又是一季三分球的出手 还是没有 但篮板球苏维抢到 抢起没有能够打中 我们看啊 今天啊 美空在篮板球和进攻篮板球上面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一个优势啊 再看一下啊 其实呢 我个人更偏向篮下 其实刘淑南是有拉人一个动作的啊 这根球全然是判回给到了北控啊 宇树龙的突破 这球很难啊 高上防的不错 快速地完成了一个补防 杨静敏 这边选择一个转身突进来 好球啊 一个挑篮直接打进啊 苏维把球回给到吉普森 吉普森的突破 一个背后传球给到苏维 苏维篮下这边坐打兰多夫 一个小勾手 还是不进 还好这边高上啊 把进攻篮板球抢回来 重新回给到上线 一脚 吉普森有三分球的外围的机会 三分球还是不中 苏维篮下 这边被兰多夫给切掉了 请搞难安在下半场出了非常多的机会啊 包括像是今天吉普森呢 外围的三分球的手感也一般啊 有圈运朋友在这个啊 在这个简短的缓冲期 很高兴 有点儿童谨